一支长期在原神雨林中训练的部队踏上血液高原 但严重的缺氧让全联负众最大的重击枪班很难跟上连队的节奏 在极端的自然环境中 重击枪班的战士如何才能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征服高原 打一个翻身仗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丛林蒙古的高原突击 上集 这是西部战区陆军某种七连来到高原后的首次进攻演变 在进攻途中 他们遭到了假设敌的顽强阻击 火力队注意 迅速占领阵地 火力压制敌前沿火力点 随着连长的命令下达 迫击炮 榴弹发射器和狙击手进入阵地 对假设敌的阻击火力进行压制 但是重击枪班却迟迟跟不上来 狗里边加油 加油 狗里边 快点 狗里边 快点 狗里边 快点给我 快点 狗里边 快点 你们还怎么不下去 狗里边 快点 狗里边 这里有 前面还有五十名 快点 狗里边 快点 快点 狗里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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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的重火力比 重击枪的火力是最猛的 但是重量是最大 背负最重的武器装备 再加上还不适应高原缺氧的环境 重击班的战士们有些力不从心 来到高原以前 重击班所属的部队 常常在原始雨林中训练 有着激情的战斗力 被誉为丛林盟盟 挺进高原后 为了尽快恢复战斗力 部队一直进行着高强度的适应性训练 和其他部兵相比 背负着重击枪的战士 在高原训练就更加艰苦 弹药的 弹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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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药还没上来 陈旭 陈旭去哪了 陈旭去哪了 陈旭交进了 开火 报告 弹药没送他来 别动你已经弹上了 你们在干什么去的 好不容易赶上了部队 可弹药却没跟上来 重击枪班的努力功亏一篑 陈旭 陈旭 快点 快点 陈旭快点 什么情况 你 快点 陈旭是重击班的弹药手 虽然已经入伍两年 但他显然比大家更不适应 在高软的缺氧环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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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 八哥 打热一单位 开始射击 这次演练检验的是官兵们的体能 还有各种武器之间的配合 可显然 重击班没有一项达到联队的标准 但要受沉袭 一下子成了重视之地 隔好远我就听到他们去了 然后自己确实跑不去 也不是说不想跟上 想是想跟上 前面最轻的就是你拿着 你拿着说它重 还要交给中后面 前面就因为你拖在后面 拿着排长一直在里面 前面是觉得轻 但是我拿着重了 我跑不动 有多重啊 如果按照实战来 你至少应该背四个弹药枪 今天第一次训练 让你拿了一个弹药枪 你就嫌重 那你看大家 该拿枪针拿枪针 该拿脚架拿脚架 不还得拿呀 班长我敬礼 说这都第几次了 虽然这个事情吧 也不能完全怪他 但是说实话我也很理解 因为我们是 这个大家都是一个集体 如果说是 某一个人掉队 导致了人 然后我们一个集体被 这样被否定 大家心里面就会 有一些不满的情绪 其实班长卢玉夫 生的不仅仅是 沉洗一个人的气 在这次演练中 整个重级班的表现 都不理想 卢玉夫决定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加大训练量 同志们 上次年综合选年 我班拖累年队 整体的后腿 上一次 说重级班的耻辱 重级班作为 全年 活力最重 最猛的一个单位 拖累年队 整体后腿 大家在丛林的时候 是蒙府 是标杆 杀了高原 我们依然要当蒙府 做标杆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全班推 推 全班推 要站这点 重级班的战术体能训练 开始了 这是上高原以来 全班第一次进行 这样高强度的 综合体能训练 但在这场训练背后 班长吴玉夫 却有着更深层的目的 以往我们在平原 是没有慢过的 我觉得要抓住这次契机 然后让大家 把这个体能练上去 之所以加大 这个一下子 加大训练强度 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内心始终 不肯突破自己 总认为在高原 只能做到这样 战术体能训练 是用连贯的战术动作 把战胜们的体能 提到极限的训练课目 在高原上 进行这样的课目 班长卢玉夫是希望 能激发出 全班战士的潜能 在心理上 战胜对高原缺氧的苦惧 成绩 当 这次只拿了一个大压枪 不要掉队啊 打阵不加队 在这场训练中 班长卢玉夫 对陈玺的表现 格外关注 他希望陈玺这一次 不要再拖全班的后腿 特别是陈玺 他们的这个适应 太缓慢了 我内心感觉 他们身体上 应该已经适应了 可能就是心里面 一直还没有 给自己 在能在高原上 一样能够战斗 一样能够 像平原一样的训练 去生活 去工作 他们自己内心 给自己否定了 按照训练要求 弹药手要在身上背负三个弹药枪 但为了让陈玺树立信心 班长卢玉夫 并没有让陈玺负重 训练场上的狂风 卷起尘沙 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 是对战士们 一直品质地断练 但刚刚匍匐前进了一小段 陈玺又坚持不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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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得特别大 那风吹过来 然后又是在地上爬 地上杀鱼多 吹过来 连牙齿里面都是杀吹的 伏袭都伏袭过来 在斜枪匍匐前进的过程中 三枪手必须同时用力 才能凯着重极枪前进 但陈玺显然没力气了 他负责台的枪架 始终拖在地上 这大大减慢了前进的速度 本身就没让陈玺负重 可他还是不行 班长卢玉夫 实在无法承受 抬 前面 还累吗 还累吗 什么前面只有你一个人在爬 太重了我抬不动 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在爬吗 只有你一个人在爬吗 也不是说我不想抬 抬的话 那种感觉就是什么 你做几千个佛 手直接自己动不了 抬不动 咬着牙也把他断不起 你告诉我你用心了没有 我用心了 但是我知道我体能不行 我抬不动我有办法吗 看着陈玺一肚子崩屈 班长卢玉夫只能另想办法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很难接受 在丛林的时候 我们全年都知道 我们是丛林 蒙府 是标杆 是形象 到了西藏以后 虽然丛林没了 但是你不能把蒙府给丢了 你不能把气质给毁了 真的 这次上来西藏 我感觉特别打理 陈玺无法适应 班长卢玉夫的战术训练 卢玉夫只能陪着陈玺 从最基础的科目练起 但这一次 他却要求陈玺 背上三个带脑箱 陈玺是否能够完成 这项训练 军事技史正在播出 丛林蒙府的高人突击 上级 加油 加油 快点 快点 累去队了 坚持住 快点 不要放弃 累去队了 还有两半点 在卢玉夫的要求下 这次陈玺背上了 三个弹药箱 虽然这三个弹药箱 是空的 但是这个重量 是陈玺还从未尝试过 卢玉夫要陪着陈玺 从最基础的科目练起 跑啊 怎么了 你是不是还想脱八里面的后腿啊 快点 快点 我推你 快点 加油 加油 我推你 来 快点 我知道他当时已经非常尽力了 他自己的体力也应该是相当透支的一个状态 背着这个那么重的弹药箱 按照我给他规定的这个跑的这个路线 他肯定是坚持不了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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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上这个坡头 快点 出上这个坡头 快点 出上这个坡头 你还不想上这个坡 你是不是个男人呢 那么小个坡都征服不了 把猪都能抓起这坡 你上去不了 快 停 跑了吧 不想跑 快点 快点 班长 还有几个坡 没了 这个最后一个坡了 快点 加油 加油 慢点 慢点 给了自己希望嘛 前面没多长了 跑完就完了 虽然说我知道他是骗我 但是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 自己也不能说在拖班里的后腿 然后或者说在亏欠班长嘛 毕竟班长他又不是个神经病 我现在没事干嘛 你拉扯你 他也想说提高你 尽管陈玺也不想再让班长失望 但毕竟背着三个弹药箱 在这个漫长的上泡途中 陈玺又吃不消了 快点 快点啊 不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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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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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跑不动 你每次跑不动就停 你什么时候能及格 能跟上我们班的节奏 啊 我已经跑不动了 歇十秒了 陈玺的体能透支 在如玉福的意料之内 这次他早就有了对策 来 把绳子夸到腰上 走啦 我准备了一根背包绳 事先准备好了 但是我之所以没告诉他 我是因为让他心里面 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我让他自己跑 如果等到他自己跑不动了 那我再拿出一根绳子来 他对自己跑到终点 再加上我拖着他跑 他就会对自己更有信心 好了没有 好了 走啊 拿着绳子不要摔打他 有了班长在前面拖着自己 陈玺再累也得咬着牙瓦前跑 我已经帮你 你有什么你就跑不下 还拖着 队着 我感觉给我好大的力量 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自己有那么一股劲 会坚持下去好好弄好好干 尽管已经累倒了期限 但是在班长卢玉傅的帮助下 陈玺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你还要把我脱离 快点救援 你要把我脱离吗 啊 你到底要把我妈脱了什么时候 要脱离再住 你想把我拉趴下吗 啊 绳子往前前跑快点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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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绳子脱了他跑的时候 他肯定会感觉有些疲劳痛苦 但是说这个时候 他应该对自己这个 到达终点的这个信心 应该是会更强 班长卢玉傅的体能 也即将到达期限 但为了给陈玺助力 完成训练的信心 他必须咬牙坚持 这对陈玺产生了不小的触动 陈玺快点 还有最后一公里 你能不能给点力啊 怎么还不到 还有最后一公里 跑完就回去休息了 蔡玉啊 蔡玉啊 班长 在班长卢玉傅的声拉硬转下 陈玺这一次距离完成训练 只剩下了最后一小段距离 快点快点快点 全要吹起 三楼妹 那边就是运区了 还有不少一公里 还有不少一公里 给你倒了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停下来 还有500米插引擎 快点 参囑引擎没有快点 还有500米插 快点 参囑引擎没有快点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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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了 集成了 加油 终于把柳玉傅拉回了营去 这一回 陈锡可算是完成了任务 看到没有 那么累你不也跑下来了吗 那不是因为你拖着我吗 我拖你 我可以拖你一次 可以拖你两次 考核的时候 你就得靠自己考了 摇摇牙坚持一下 还不就完了 有什么事啊 在班长的帮助下完成了训练 陈锡体会到了上高原以来 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尽管很累 但他对后面的训练 已经有了一些信心 什么高原吗 高原 不行运练 那他以后打转在高原上打 自己还不是要上 那都是咋办 很快 陈锡就得到了一次 证明自己的机会 这次训练 全班要扛着筑击枪 完成五孤里的奔袭 班长鲁玉夫希望全班 能够一个不落地跑到终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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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加油 兄弟们 下把劲 两把劲 陈锡 你还行不行啊 班长 我还得坚持 好 不错 不够 不够 加油 加油 陈锡 我就想如果抓住陈锡这一个点 把陈锡的这个个人素质提上去以后 班上其他人也会有一个对比的一个过程 大家也会觉得 陈锡都能跟上 那我一定要跟上 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班来说 它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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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步 这一次陈锡的尽头很足 她希望自己能在全班阵友面前 有一个最好的表现 陈锡能否完成这次训练 面对连长最后的实弹解体 重机班又如何才能重振 丛林盟口的雄威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 从丛林盟口的高原突击 下击 一直长期在原始雨林中训练的部队 踏上雪域高原 但严重的缺氧 让全联负重最大的重机枪班 很难跟上连队的节奏 在极端的自然环境中 重机枪班的战士 如何才能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征服高原 打一个翻身仗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 丛林盟口的高原突击 下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